非常感謝台北市帶來的呢 我們的南港包種茶香氣清陽 行銷台北市農特產 農會特別線上在地茶葉和有機蔬菜 希望吸引逛街民眾目光 台北花博農民市集 邀請雙北市和宜蘭基隆在內的 北台灣八線市 舉辦聯合展授會 把新鮮當季的農產品 直接產地直送 讓市民可以就近購買 北台八線市相對我們一直都有一個 共同合作的一個平台 也藉由這一次能夠共同的 利用這一次的農產品的一個擺攤的方式 能夠互相交流一下 有關農業行銷推廣的一個部分 集結各縣市特色農產品 互相交流推廣拉台買氣 尤其是最近有三倍券和農油券加持 主辦單位相當貼心 邦逛市籍民眾把電子票券 兌換成紙本票券 購物上相對便利 也減少攤商變現手續 營業額也跟著攀升 從我們大概七月初開始 開始推出農油券的使用以後 我們大概已經到現目前為止 已經銷售有大概八千張左右 也就是金額大概兩百萬 每一週的話大概至少一千七到一千八的 這個不等的一個銷售量 台北花博農民市集 每個週末都有展售活動 短短兩天就湧近三萬人 銷售業績也達到三百五十萬元 不只成了台北市民逛街休閒的好去處 也成為農友販售重點 順勢帶動農業發展 記者邱士民台北報導